單一問題 會生病不是單一的問題 癌症是單一的問題 不是細胞病變的問題 是你身體有一百次一千次的 錯誤的傷害 它才會病變 小孩很高 你不說咪一百就變壞了 你就每天都咪 每天都咪說這個無論音 你咪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 賣給它們好,我給它們看 聽到意思嗎 就是意思 我們的身體細胞 好的細胞 你每天幫它試鏡 每天給它傷害 每天讓它陽氣不夠 營養不夠 還有什麼 生性 一大堆給它 它沒有在看它 奇怪 那不是這樣 所以自白病要靠自己 簡單的方法不加索他人 我告訴你都愛健體性 好 再來 溫度決定生腦病死 為什麼溫度很重要 我們人體的溫度不能低於36.5度 如果你低於36.5度以下 就代表你的身體已經半健康狀態 熱冷困足 超過第36度 你絕對很容易疲勞 好 容易痠痛 第35.5度以下 代表你現在已經很多慢性病了 或是已經慢性病已經在形成了 如果第35度呢 那就代表你已經很嚴重了 我要講的 去見 先聯絡我報到的機會就很快了 所以我們要講的溫度決定生腦病 只是在講這個 因為我們的細胞 每一系統幹細胞 要啟動 要去修護 一定要到最好在37度以上 所以癌症 癌細胞只要39.6度 維持7天 身體裡面的癌細胞 全部會死光 但是呢 有可能嗎 很難 除非你自己的身體 發燒 要不然你要讓它 提高到那個溫度 很難的 只有你的補充 讓它保持在37點多度 熱冷一直不斷的補充 讓它 我們的免疫系統 讓它不斷的增加 不斷的增加 不斷的增加 然後呢 增加到它可以去 消滅你的癌細胞 所以呢 為什麼要長時間的補充熱冷 很重要 所以 但是很多人說 老師 那這種會不會過度 補充會不會過度 我告訴各位 一個原則 只要你綁上去 感覺有點熱 有點會流汗 那都是最好的 如果你綁上去會覺得 會煩躁 而且會快抓狂 而且會很不舒服 那個就是暫停可以使用 暫停使用 那有人弄上去 寒氣要代謝的時候 會有點悶痛 或是因為腳痛 氣味的腳痛 那也是正常 所以告訴各位 所以溫熱 它本身來講 只要不要產生 很不舒服 但是在丹田 這裡一定會產生 要排寒的時候嚴重的話 它會產生悶悶脹脹 會有點悶悶的腳痛 但是可能3.5天一個禮拜以後 這種腳痛就改善了 甚至有的人會產生嘔吐 會產生嘔吐 當你嘔吐過以後就恭喜你了 你的體質重大改變了 那有的會有點 溫熱怎麼會拉肚子 溫熱怎麼會拉肚子 每一個人體質不一樣 一溫熱循環快 你體內的那個那個 不好的旭菌 溫熱循環快 你可能也會拉肚子 這個就是我們要講的 很多症狀會產生 每一個人不一樣 尤其貧血的人 貧血的人 貧血的人 不管你是什麼樣貧血 就是跟溫度有關係 跟你的胃的溫度 跟你的情緩的溫度有關係 只有貧血的人 手腳一定冰冷 我可以告訴各位 好 人家說長命百歲 長命百歲 什麼叫長命百歲 長子好 你才能長命百歲 如果你長子不好 不可能長命百歲 因為我們所有身體裡面 所有的酵素 我們肝臟藥的酵素 身材藥的酵素 所有身體器官需要 用的酵素呢 都是從腸道 分泌出來的 腸道的神經 腸道裡面的原生菌 所分泌出來的 所以呢 吃 人家說吃酵素 酵素不是用吃的 酵素是我們身體能利用的 就是我們身體自己製造的 我們喝的酵素呢 是讓我們的腸道的菌 還有它的氨基酸 各方面的營養素補充而已 不是直接說 哎呦我吃這個 直接反正補充肝的酵素 不是 所以我們的肝是在盲腸這一段 腎臟也是 你們看到 所以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 所以腸子這一段好不好 不好 身體都不要缺少 尤其如果膽割掉的人 就最麻煩 敢膽割掉的人 膽割掉的問題 以後問題很多 那我就不談 談太細的話 可能這段都談不完 所以我們看到了 哼結腸 降結腸 乙狀結腸 到脂腸 這是我們的腸道 所以腸子一定要保持順暢 你有看到動物病死的嗎 很難 老死的嗎 動物幾乎都老死的比較多 但人有幾個老死的 無疾而終的 很少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人 吃太多了 你看動物呢 他跟我們人就不一樣 比如老虎啊獅子啊 他餓了之後才開始去找 找東西吃對不對 他吃飽了 動物在他前面 他也不會動 有沒有 他餓了他才去找 但我們呢 你們吃飯有沒有 有沒有餓了再來吃 沒有 如果沒有三餓 就是餓的時候才吃 你 哎呀時間到了就要吃 時間到了就要吃 保證你身體不會很好啦 你都會發胖一點而已啦 而且也會腰症悲痛啊 為什麼 一定吃太多了 你的身體 會產生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要講的 我們再繼續下去 這個飲食是應該所謂的定食 定量來說餓才吃嗎 我要講 你認為呢 大家 我為什麼要說隔離性的 健康講座 因為很多人說 時間到了時候 膽子就會開始複泌了 是這樣嗎 我問你 東西吃下去 它感應到有油脂 它才開始複泌膽子呢 哪有說時間到了就複泌了 你車子放在車庫 難道你時間到了 就一定要開車嗎 你有需要的時候 他去開車嘛 不是嗎 沒有 我是講嘛 你難道你沒有吃飯 它也一直後面敢吃嗎 難道你沒有吃飯 我也一直跟你抹嗎 吃下去它才會開始抹嘛 你懂我意思吧 肚子餓了 它說會抹嗎 你認為它會抹嗎 你說這個觀念對不對 哪有說時間到了 胃就開始抹 你沒吃飯 香就開始抹嗎 你的嘴巴沒有把飯放進去的時候 你會一直嚼嗎 我問各位 這是不是你們沒有聽過的 所以什麼叫革命性的 你們會疊破眼睛 以前的時候 有時間到後來 我會疊破眼睛 到那個當時 大家想看 用膝蓋想看 對 現在人家騎我 用膝蓋用膝蓋 用膝蓋就好了 所以我要講的 你家五臟六五 疾病的開關在脊椎 對 什麼癌最好疫法 你們知道嗎 什麼癌最難治療 你們知道嗎 疑障癌只要發現快的話 五天半的話 三個月 疑障癌 疑障癌很難治療的 但是我認為疑障癌也是很簡單 只要你把開關打開 溫度夠了 那就沒事了 疑障癌要一方疑障癌 只要這邊每一天把它抽熱 手去把它這樣抽 抽五分鐘 每一天只要抽五分鐘 這個人這輩子不會得疑障癌 這麼簡單的保健 你們做得到嗎 一天五分鐘 每一天抽五分鐘 你們做得到嗎 可以 可以啊 幫老師這個保肺 防起來就好 可以 溫度五個小時 這個小時啊 所以我就是靠這個 我說這個讓我健康活下來 所以呢 只要你們前面哪裡的器官出了問題 請你們從後面脊椎去找找看 開關在哪裡把它打開 病的症狀馬上減輕 包括痛的症狀也馬上減輕 包括 哎呀我都沒有胃口 我都吃飯都吃不下去 我都沒有胃口脾胃不開 我告訴你啊 趴著 不然你去那裡 那裡就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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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哎呀我都生了很累了 有那麼厲害的時候 哎呀 胃口大開了 有的七八十歲老先知到我那邊去 我說 哎 將軍啊 這幾天怎麼樣 哎呀我這兩天沒有胃口啊 我說沒有胃口啊 啊我終於請你吃飯 請他吃飯 哎呀我不用胃口吃不下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我說你胃口沒有胃口 沒有胃口 來來趴著我幫你按一按 哎呀我還是買個東西給你吃 不用啦不用啦 結果呢 你知道嗎 按完以後不到三分鐘我拿東西給他吃 他本來說一個 他吃半個就吃不完 結果一直吃濕的三大感 可以吃一下一桶裡 對啊 所以呢 疾病的開關都在脊椎 所以脊椎我們很少去運動他 很少去按摩他 所以呢 我們要多愛護我們的背 所以呢 躺的時候 溫熱跟站起來的時候 溫熱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我們要告訴各位的 當你溫熱 很多人說 老師 我晚上溫熱就好了 白天為什麼要溫熱 我說如果你晚上溫熱 跟白天溫熱 效果是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白天是交感神靈啟動 晚上是呼交感神靈啟動 所以 兩個是 改善了體質的 疾病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白天也要放 晚上只放 樹脊 丹鐵這裡就好了 但白天呢 要放命冷 丹鐵 嚴重的問題還要放鎖骨 大椎 在嚴重的時候還要放血海 在嚴重的時候還要放 竹山裡 在嚴重的時候 甚至手腳都要保持溫度 那這樣的話 都可以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到幾天 就可以改善 你認為不可能的事情 奇蹟就出現了 所以為什麼 自白病靠體溫 為什麼說七天就可以見笑 有的來 比如說七天 當天就見笑了 甚至在當下就見笑了 包括憂鬱症 包括躁鬱症 都可以 因為寒冷 就容易憂鬱 只要你把它溫熱夠了以後 這個人的想法很奇怪 本來都很負面 但改善樂觀 這案例太多了 以後有機會 所以我們有這個分享大會 全程都有 有興趣也可以一起來參加 掌中乾坤 所以手一定要保持溫暖 隨便不能冰冷 隨便不能僵硬 這個你一定要的 再來我們要講的 我們從我們的手石頭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常常拍手是好的 當你的手看著哪裡有發青 發紫 就要特別注意了 從你的手就可以知道你的健康 所以掌握乾坤 掌握在你的手上 你的命運 你的健康掌握在你的手上 所以手一定要常常運動 所以呢 既然沒有把這身上有空 掌握在手也很溫暖 很棒的 好 然後呢 我們 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來拿一個給我 謝謝 謝謝 這個東西要退火 退火 退火 怎麼退火 你怎麼知道 這個要退冬火怎麼退 退神火 退意火 退神火 要怎麼退 把這兒去好不好 這兒就不會退 我給你各國語講 把他開燙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這是用醫療的角度 來設計 好 我們如果 五支枕頭 這支大頭目 是鼻咬尾 好 食子呢 是光 宗子呢 是濕宗 無名子呢 是我們的喜望 小子呢 是我們的幼子 所以說 我們要往外光 一支枕頭 我們要靠靠的 不管你是腎臟引起的高血壓 腎 心臟引起的高血壓 某些人家 他說 哎呀 老師喔 我現在趕快要來醫院 我現在血壓飆到一百九搖擺 我怕會中風 我說你 你那個內關按一按 然後呢 這邊刮一刮 刮完以後 一定在聽我演講嘛 他說老師 我現在不能再聽你演講了 我要趕快到醫院了 結果這樣刮一刮以後 二十分鐘再聊 哎呦 真的一百四 他說 哇 太好用了吧 好 所以呢 五個手指頭 常常刮 有空沒空就來刮 這五次手指再講一次 蛤 再講一次 這個叫脾胃 這個是肝膽 這個是心臟 這一顆是肺 這一個是肾 肾 所以五臟六五都在手掌 說為什麼要拍手 有人甩手 有沒有聽過甩手弓 甩手弓有沒有用 有啊 甩手這樣甩 就可以震動我們所有的精脈 然後溫度夠的話 效果更好 好 溫熱的部位 剛才只有溫熱這裡 背部 好 這邊是前 這邊是前面 好 我們要講的呢 像這邊 好 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這邊呢 是我們鎖苦這裡 這裡是我們意向 所以我們意向 好 那這邊 我們心上這邊可不可以放 都可以 好 那我們肚脊的上面 肚脊下面 到我們持股的地方 這個地方都可以溫熱 一次一顆 兩顆三顆都可以 你缺少熱越多 你事物要越快 你就要放越多 同時 腰的地方也一樣 腰的地方也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很簡單 很有效的方法 不管你是糖尿病 所以糖尿病 其實在溫熱 加上食療 也可以在短短兩三個月 甚至不用再拿胰島素 甚至不用再吃 那個降血糖的藥 它就會正常 我教的很簡單 好 因為我盡量 從來都不用藥的 但一個原則 就是你不要感覺 很不舒服為原則 好 我們要講的 毒素分兩種 有形的毒 叫毒素 跟素變 當你排便沒有排乾淨了 這個產生的毒 也是很驚人 這種毒 會造成我們 現在的一個大腸癌 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大腸裡面 直腸裡面 沒有排乾淨 無形的毒就是含 就是我們的觀念 含跟我們的觀念 這是一個最大的毒 人要有餓 餓才吃 但是告訴各位 便秘的人 已經不管任何人 我建議你們 再怎麼忙 再怎麼忙 一定要吃早餐 晚餐可以不吃 大家一定要吃早餐 早餐吃下去 才能啟動我們 全身的能量 喝 你要喝個熱的湯 熱的粥 都可以 所以早上一定要喝熱水 好 然後再來 我教各位 早上起來 你知道喝什麼水 最好嗎 檸檬水 什麼水最好嗎 可以吃百病的水 熱的水 我告訴各位 我們的口水是最好的 早上起來的時候 還能滴一口的水 不要太大口 10到20Cisi就好 那我們含在舌下 它會產 因為我們晚上睡覺 口腔会产生大量的酵素 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含一小口水 让我们水跟酵素让大脑吸收 然后把这个酵素吞下去 吞下去以后呢 那很快 这个可以直接从舌下跟直接吸收的 不用再经过转换的 所以一吸收以后 血液里面马上会看到这个酵素 那这个酵素呢 我们血液里面又讨厌这个东西 所以他会赶快送到肝脏那边过滤 叫肝去处理 因为这个是肝要用的 所以送到去肝那边 就把肝做修复治疗 所以呢 早上起来不要刷牙 不要刷牙 早上起来先喝一口水 含一两分钟 这个人要治疗肝病 就很简单 温热饮食睡眠 配合喝这一口水 肝病很快就会改善 简不简单 简单 所以未来要讲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看 水怎么喝 喝什么水 要怎么水 可以治疗疾病的 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个 最好是五个小时不吃东西 但我要求不高 睡前三小时不进食 只喝牛子的可以 那如果你吃饱饭就躺着睡 保证你会很疲劳 早上才会很疲劳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不懂或是错误的饮食 所以我们要建议的早上要吃 如果病病的人不吃早餐他不容易治疗 第二个睡前最好三个小时不要进食 吃消夜吃越多 未来大肠癌越严重 所以很简单 含 所以是引爆 所以是引爆疾病 危机 健康生命 就像我们这边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这边含了 这边是交感护交感神经区 所以这边是我们交感护交感神经的枢纽 只要这边含 人就容易失眠 人就容易悲观 人就容易情绪不稳定 交感护交感 这个是在控制我们EQIQ的 所以含会影响的再谈下去 含会造成我们多发胺不足 多发胺不足又会造成我们忧郁症 躁郁症 再含 含会造成我们推黑症技术不足 含会造成我们胃的敷面也不足 胆子敷面也不足 含会造成我们的离子通道整个鼠塞 含会造成我们的陷阱不正常 含会造成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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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所以我就不意义了期待这个问题 就是告诉各位 含多么恐怖 但含是无声无喜 含你们没有看到 你们没有碰到的时候你们不会去重视它 当你碰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 含的严重性还是继续窒息 你还没有从喊的角度去处理 所以呢 毕竟不容易改善不容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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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